? 你平時跟阿肌喜歡做甚麼? 我們其實都是屬於好吃家人 如果不是出家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時間都在家 都喜歡煮東西 因為在家煮東西可以用大半天 也是一個挺好的娛樂 你當起這件事,小時候認識你 都不知道你有喜歡煮東西 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你不一定這麼喜歡煮東西嗎? 其實煮東西這個習慣是搬出來住才培養 其實從小都已經覺得煮東西是一件很溫暖的事 尤其是我自己的家 其實爸爸煮東西是很厲害的 他從小到大就是負責煮飯養大我和姐姐 所以我覺得我長大了 就來成家垃圾了 我都很應該要學習這件事 去照顧我身邊的人 不快你IG成為飲食Post 你現在教了什麼? 我今天正在做一個甜品 就是焦糖能打 其實這個甜品之前也做了很多次給Ivy吃 每次她都吃得很開心 所以我也想趁今天這個機會 就把這一份甜品都可以跟兩邊的家長去分享 因為我和Ivy都快要吃得很豐富 而且也想讓她爸爸媽媽試試我的手勢 因為之前一直都沒有機會煮東西給她們吃 希望她們吃完我煮的東西之後 對我有信心 知道我可以養到Ivy肥肥白白 有一次我很記得我買了一個手袋 我不適合使用 我便給了她 其實那件事也不是新的 我自己也沒有用過 我便給了她 給了她之後她私底下 在WhatsApp我便說 Auntie你送這麼貴的東西給我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便說你喜歡不喜歡 她說我很喜歡 我這樣喜歡就最重要 我反正都用不著就給你 我那刻是很感動 其實那件事在我心目中來說 我只不過是不適合使用的 但在她心目中來說 她便覺得那些東西是很貴重 她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性格好的女生 Ivy 如果有趣欺負你的時候 你不妨跟媽媽說 我會做一個和事佬 去看看有時候會有趣的 你不需要擔心 那個是你的兒子 你會不會只是幫她不幫我 不會的 其實做給Ivy吃的原因 就是我或許都想像爸爸一樣 接回到身邊的人 今次都想爸爸媽媽 感受到我對Ivy的各份折磨 還有都想承諾大家 我會繼續 現在是一個兒子的角色 將來可能會多了一個老公的角色 但是兩個角色我都會繼續去做 我會繼續去做 謝謝你 謝謝你 很好吃 希望你們永遠都開心 開心心 快樂快樂樂地過日子 我還是祝她們生活愉快 相處融洽 開心快樂 最重要是大家未來下去 這條路其實就是一世人 幾十年 流入場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互相包容 覺得她很有趣的 覺得她很有趣的 拍照 很感謝你們特意今天幫我 一起想給我驚喜Ivy 因為其實Ivy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最重要的人來的 尤其是我認識了她之後 這兩年多 很多時候我 例如上班 又或者一日生活上 有很多不願意的事 其實都當了一個人 是可以跟我分散的 所以我對她 我會希望盡我能力 給她最好的東西 亦都是希望讓你們知道 我是怎樣對她 好 我也想答應爸爸和媽媽 我和子晴結婚之後 除了會照顧好子晴之外 亦都會照顧好你們 你們是不會選錯我這個女生 是不會的 是 是 是 好 之前你結婚了 希望你三方和諧 公廁 八道都生氣 有什麼事就回爸爸那裡 爸爸那裡找你家 謝謝你們的機會 我可以和子晴 可以繼續相傳我 月下的日子 好 好 那我很放心把女生交給你 謝謝你 這一個就是情人節 即是我們過第一個情人節 我煮給她吃的一頓 非常之難忘的 本身都花了些時間 準備了一個菜單 就是上面寫了會煮什麼 給她吃 但因為我一開始沒什麼經驗 所以煮了很久 煮到晚上10點才可以吃 所以菜單上的食物 其實甜品那些我都沒有煮完 但我也想和Ivy說回 我煮食的動力 一直以來都是因為 見到你吃我煮的東西開心 所以我才會不斷地去煮 我在這裡答應你 以後你的所有菜單都會由我去包辦 而我亦都很希望你可以見證著我 跟煮食一樣 我會學習由一個零經驗的老公 不斷地進步 變成一個一百分的老公